那今天我们有新增的16例确诊 指挥中心公布新增确诊个案又回到两位数 共有14例境外移入个案 两例本土个案 当中案315是在英国旧学和案257等四人同校 确定是在境外的校园群聚感染 案318则是在法国旧学乘以案112同班及返国 被列为接触者感染 案321在瑞士工作乘以案294同行 虽然没症状但还是被演出确诊 英国成为境外移入个案最大的来源 确诊案例不断增加 加上清明廉价即将来临 指挥中心也颁布新规定 社交距离在室外必须保持一公尺的距离 在室内则要保持1.5公尺的距离 环境若是无法保持适当距离 就必须戴上口罩降低感染风险 出去的话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一个个人的卫生 环境的卫生 那我们的社交的距离 那在就是那种不通风的低音 注意就是不要在1.5公尺以内 那如果要这样的距离就要戴口罩 爱有多深我们就距离有多远吧 清明廉价前夕主汇中心再度呼吁防疫千万不能松懈 另外就怕筛检出现漏洞 疑似病例的通报定义也做出修正 未来只要出现肺炎症状或者嗅觉 未觉出现异常的患者都要通报裁减动验 避免出现任何可能的防疫破口 环境新闻林志鹏虚国豪台北报道